望线,陶然共望鸡,第一集,爱,失策呀失策,这已经是魏无线今天帝恩赐坐在浮沫洞口叹气了,历经三个月,他终于修成了鬼道,骤墙也推倒了,按理来说,接下来他应该顺顺利利去杀温狗才对,没成想刚要踏出乱葬岗的第一步,自己脑子里就多了这么一个鬼东西,一团蓝雾, 在他神识里肆无忌惮地乱窜,还能强制性控制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像个二傻子一样蹦蹦跳跳地回到浮沫洞口,叹什么气?我都说了,我来自未来,我是来帮你的,你居然还不信我,伤心了,音音音,魏无线一听,鸡皮疙瘩抖了一地,没好气地硬撑着,是是是,敢问姑娘方明姓甚名声, 谁家住哪里是做什么的呀?蓝团子飘飘荡荡,好似略有所思,本姑娘姓安丹明一个饶字,家住,恶让我想想,家住秀荣清凉山。 至于做什么的,拿你们这里的话来说,是喜欢种草种花,还喜欢练气的厨师。 安饶回想了下自己在二十一世纪的日常,他大学主修机械制造,刺修农作物生产技术,由于他感兴趣,还跑去选修了西厨专业。 魏无线裂了,种花种草,还练气,的厨师。 好,安姑娘真是多才多艺,那不知安姑娘将魏某留在那儿,想做什么。 我得赶快下山去找师姐和江城他们了,不然他们就该担心,切。 担心你吗? 真是想得美,安饶当即打断了魏无线,蓝团子在魏无线的神石里斜养着,好像在做鄙视状。 魏无线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说,江城一直对他态度上说不上好,但师姐是真的关心自己的呀。 安饶自然知道魏无线身上发生了一切。 他好不容易提交了毕业论文后打开自己冷落许久的丹梅小说,打算放松一下。 刚刚打开他最钟爱的《魔道祖师》,一瞬间就被疏吸了进去,还附身到魏无线的脑海里。 想着魏无线第一世的结局,越发为他感到不值。 不过,现在魏无线对僵尸的滤镜还很深。 一定不能让他现在就下山,至少不能是现在这个身体情况下山。 至于江氏,他相信不用魏无线做什么,江城也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嗨嗨,魏无线,你最好还是多在乱葬岗上待两个月吧,把阴丹先练出来。 什么?这你,你都知道了,魏无线眼神落寞。 嗯,我不仅知道你过去,还知道你未来。 放心,多待两个月,你那好师姐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可是,魏无线抬手一股怨气,灵气也是气,怨气也是气,为何不能为之所用? 年少时的玩笑话,如今成了现实,可修炼怨气不为正道,自己不是没想过以怨气结淡。 可这终究是邪魔外道,若是修成了,自己怕是成为众矢之地,你在怕什么? 借用寒,嗨嗨,某人的话来说,虽修非常道,但行正一事。 只要你自己强大了,自然不具人言,就比如说灭家的道道,是人谁敢说,他是邪魔外道。 况且,你难道不想以后和兰二公子一起除奸扶弱,无愧于心了吗? 兰战,安饶翻了个白眼,魏无线果然是块木头,一提到兰望姬他眼神都亮了,可偏偏那么晚才开窍,真是苦了兰望姬了。 而且,我跟你透露一下,兰二公子可是很在乎你的。 真的,兰战这个小古板就是口是心非。 我就说嘛,世家公子没有一个不喜欢我的。 安饶晃了晃身形又控制了魏无线向乱藏岗深处走去,所以,现在你该去结丹了。 放心放心,兰二公子和江姑娘一定不会有事的。 江婉淫就不一定了,剩下的话安饶并没有说。 他敢铁定只要魏无线这两个月不出来,温潮和江城对上是迟早的事,到时候状况如何就不得知了。 魏无线脑海里还回荡着蓝战不讨厌他的信息,没有在意安饶说话的细节。 一脸荡漾的表情被安饶操控着走向乱藏岗深处。 有了安饶再三再四对他的保证师姐一定平安无事。 魏无线终于静下心来在两个月内结出了阴丹。 除此之外,安饶还同他讲了需要种花种草还有炼气的知识,虽不知道用不用得上,反正魏无线很感兴趣。 至于安饶吸除的手艺,看着魏无线手里相当惨壮的乌鸦,他选择了闭嘴。 不过还是告诉他哪些食物相克,哪些食物性寒,哪些食物吃了不利于伤病。 这无疑为魏无线日后摆脱江家滤镜埋了一颗雷。 听从安饶将因铁剑炼化成心的一柄轻剑和两块兔子形状的福气后,魏无线高高兴兴地下山了。 沿路打听得知摄日之争已经开始。 派小鬼找到江燕里所在之处后立马遇见前去,可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对江氏有了隔阂。 哎哎,你听说了没?云梦江氏江宗主被温竹刘化丹了? 真的假的? 不是有传闻说他刚刚从暴山散人那儿重获金丹吗? 这怎么又被化了? 一休士四处看了看,巧声说道, 嗨嗨,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 听闻江宗主重获金丹后实力大增, 这不是狼牙一战碰上了温竹刘这个死对头。 化丹和灭门之痛一起涌上心头。 幸好当时同行的还有韩光君, 要不然江宗主怕是还要丢了性命。 这名修士的音量虽小, 但足以让十米开外的魏吴献听得清楚, 收回怨气摒弃宁神, 心里有说不出的苦, 金丹啊。 那可是他引以为傲的金丹, 就这样被江城再次作死给化掉了, 还差点牵连栏战。 他明明跑单之前告诉江城, 仅有这一次机会的。 算了, 看来注定自己不能留住自己的金丹, 想到这儿便从营里走去。 师姐, 我回来了。 魏吴献瞅见江燕黎的身影, 立即飞奔而去。 江燕黎闻声回头, 看见魏吴献回来了, 顿时心中有望。 听阿诚说是, 阿县带他去见豹山散人, 修复了金丹, 虽说只有一次机会, 但是自己好好求求阿县, 再多给他煮几碗莲藕排骨汤阿县, 一定会同意的。 想到这儿他喜笑颜开, 阿诚最近力气太盛, 让他担心不已。 阿县, 你回来了? 最近去哪儿了, 怎么都不跟师姐和阿诚说一声? 阿诚以为你叛变了呢? 一听此言, 魏吴献脸色荡了下来, 安饶控制道, 不知师姐何出此言? 若我叛变, 还请师姐和江宗主拿出证据才是。 落地有声, 周围的人都停下观看, 包括刚刚得知魏吴献回来的消息, 赶过来的蓝望鸡和聂怀桑。 望线, 陶然共望鸡, 第二集, 眼看魏吴献脸色不对,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认真和不解。 江艳离上手去拉, 却被躲开了, 师姐, 男女有别, 且说我魏吴献何时叛变? 证据何在? 若只因我消失五个月, 就断定我叛变, 这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看热闹得不嫌是大, 人群开始议论纷纷。 江艳离只好先挑软糊话, 跟魏吴献说, 况且, 阿诚还需要他去帮忙。 阿线, 刚刚是师姐口误, 阿线不要计较师姐的错好不好。 走吧, 师姐给你包了你最爱的莲藕排骨汤。 对了, 喝碗汤去看看阿诚好不好。 他, 他被温竹流化了单, 你们是兄弟, 他现在最需要你了。 师姐, 我即使消失了五个月, 先不管我去哪儿了, 但我手腕处的绷带也不是摆设。 莲藕姓韩, 我长于江市九年, 我脾须未寒, 喜实辣的毛病你是知道的。 每次于夫人用紫电责罚我, 并让我罚贵祠堂的时候, 你都给我喝的莲藕排骨汤。 我前阵子好不容易从那个鬼地方爬出来, 要不是医师告诉我, 因为我常年饮食里带有莲藕, 生病受伤, 从未使用过药物, 如今也不会内伤爆发, 体弱虚空。 师姐, 这些年来, 你当真不知道过度食用莲藕对我身体不好吗? 还有, 江宗主需要的不是我, 是我的身份, 抱山散人徒孙的身份。 可我早告诫过他, 机会只有一次, 是他没有珍惜, 如今我也没有办法了。 卫英, 你身体如何? 蓝忘机听到魏无羡说自己受伤, 就迫不及待地上前询问, 自从玄武动一别,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卫英。 想念大于理性, 当即抛弃, 雅正抓起魏无羡的手腕枕脉。 怎么回事, 怎么感受不到灵力波动? 蓝忘机试着一道灵力打了进去, 如泥牛肉还了无痕迹。 蓝忘机脸上出现了慌张, 不可置信, 犹豫了半久开口道, 卫英, 你的灵力。 灭怀桑一听, 着急地心直口快地问道, 卫兄, 你倒是说啊, 我们都很担心你, 你这几个月去哪儿了? 看寒光君的意思你身体十分不好, 灵力怎么了? 难不成你的金丹也被温烛流化了?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和聂怀桑对他的关心, 心里很是感动。 刚刚安饶借他的口, 说出了他从来没有, 也从来不敢说出口的话, 这些他不是不知道, 而是习惯性隐忍包容了。 江燕离从见他到现在没有一句关心, 说到底还是为了他的亲弟弟。 亲叔有别, 虽然江燕离口上说的我们是一家人, 阿县是我弟弟, 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变成了阿县你要多担待, 阿县阿诚不是有意的。 余夫人在的时候, 自己平白无故挨鞭子乏跪的时候, 说的是阿娘刀子嘴豆腐心, 不是有意的。 连着江叔叔也是如此劝说, 被温烛流化掉了吗? 的确化掉了, 是从江城丹田里化掉的。 眼看着江燕离被安绕那段话质问的没回过神来的模样, 魏无羡点了点头, 勉强笑着, 灭兄你猜对了, 就是被温烛流化了丹。 哎, 我这不是刚从师祖那里回来吗? 修复金丹的机会只有一次, 江城已经用了, 我就不能再用了。 不过, 师祖念及旧情, 送了我一把不用灵力也能用的剑。 眼瞧着江燕离把眼神放到了魏无羡的配剑上, 那一死再明显不过了, 阿诚重获金丹的可能性不大了, 若是阿线把剑让给阿诚就好了。 安绕道, 而且这剑只任一个主人且护主, 人在剑在, 人亡剑亡。 此言一出, 江燕离又一脸不甘, 但也没有办法。 蓝忘机知道魏无羡此时心里并不好受, 安慰道, 魏英, 你若不想笑便不用笑。 魏无羡听之眼眶一热, 低下了头。 看来安绕说的是真的, 蓝战真的很在乎自己。 想到安绕吩咐自己的事情, 他抬手对江燕离一礼, 师姐, 我先不回去了。 韩光君和聂二公子来找我, 我也有些事情要同他们相上。 晚些我再去看望宗主, 说罢便拉着蓝忘机和聂怀桑跑了, 那脚步像是逃命似的。 魏无羡对此表示, 他不背这个锅, 明明是安绕那个丫头, 一点也不矜持。 不过经此一事, 他对江氏好像看得不是那么重了。 酒楼里, 魏无羡手一挥上了一道结界, 虽是怨气, 随着他结了阴丹, 怨气的颜色也变成他之前灵气的颜色, 只不过有些暗沉。 转过深桥见蓝湛和怀桑兄眼里的惊奇, 他坐了下来, 把这五个月的经历娓娓道来。 除了安绕附身在他脑海里的这件事没说, 其他事情都说了个干净, 包括温宁收敛江峰年于紫渊尸骨, 救助江城和温情袍丹致恩。 魏英, 休息怨气可对你有害。 蓝旺姬听到魏无羡袍丹给江婉淫的时候, 已经恨不得以身替之了, 如今魏英还休息怨气, 即使结丹了, 他也要以防万一不能让魏英有任何伤害。 之前有, 现在没有了。 蓝湛, 你放心, 怨气对我来说就跟之前休息灵气一样, 没什么大问题的。 魏兄, 你可真是了不起啊, 连袍丹都敢, 不过, 依你所言, 温情温宁对江氏可都是大恩啊。 前阵子江宗主梅诗丹的时候, 在战场上碰见温宁还给了人家一鞭子。 这也魏免太, 魏无羡抱起, 江城他怎么能这样? 难道他不记得是谁把江叔叔和渔夫人就出来的吗? 灭怀桑轻轻摇了摇扇子, 记不记得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魏兄, 江宗主仇恨温室之人可是有宗无简呀。 如今, 恐怕他连带着你都要怨恨了。 蓝忘机回想他之前跟江婉淫同行的时候, 多次提及莲花物灭门之祸是魏英招惹温潮之祸, 并没有提到魏英所说, 还有于夫人怒打温室来使亡灵交一事, 与温室论尊卑。 温室独大, 即便是蓝家也不敢如此大放厥词, 就更别说当时排在四大家族之末的江氏了。 又想到江婉淫二次施丹后, 对魏英更是变本加厉的辱骂, 连什么家仆之子, 不知好歹, 死到哪儿去了, 叛逃江氏的词都冒出来了。 蓝忘机不能接受, 云梦虽有传言, 但他私下问过叔父, 为前辈脱离江氏, 自然就是一名散修。 家仆之子纯属恶意重伤, 后面骂的那些, 他不愿入耳便转身离去。 江婉淫赤口白舌, 侮辱魏英, 他替魏无限表示不值, 听到聂怀桑的话, 不禁也微微点了点头, 很是认同。 魏英, 你不是家仆之子。 叔父有言为前辈脱离江氏, 乃一名散修, 与其妻藏色散人恩爱非常, 他二人行走世间除奸服弱, 叔父很是敬佩。 魏无限头一次听到自己 不是家仆之子的话语, 很是高兴, 而且还是懒老头说的, 早知道自己当初听学的时候 少带头作乱了。 不过, 能听到蓝湛一口气, 说这么一场段话也是稀奇, 又忍不住撩拨他。 蓝湛, 你今天话好多啊, 蓝湛你是不是喜欢我? 哎呀,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你肯定喜欢我。 我就说嘛, 没有人不喜欢我的。 望线, 桃然共望鸡, 第三集, 眼见蓝望鸡羞愧难当, 即将怒起魏无限见好就收, 嘿嘿嘿, 蓝湛你别生气嘛, 我这不是在乱葬岗, 待了五个月, 没人陪我说话我无聊了吗? 果不其然, 蓝湛听完, 脸色缓和了下来, 魏无限从怀里掏出两个乾坤袋, 分别递给他们聊。 这是我在乱葬岗研究的, 你们看看, 聂怀桑看着手里这个智灵牌, 还有说明书很是激动, 魏兄魏兄, 这个我要了呀, 不我买。 我买? 你说多少钱? 多少钱我也愿意出的。 看了说明书, 他彻底按捺不住了, 这要是真的能跟着他聂加刀灵, 魏兄就是他们的大恩人哪。 魏无限刚要白手表示, 不卖送你, 就被安饶阻止了。 魏兄, 这个我先给你使用, 若是管用, 再卖给你也不迟。 蓝湛, 聂兄, 这些你们都先拿去, 钱财也不要先给我, 给了我就不是我的了, 而是僵士的。 说来也不怕你们笑话我, 我在僵士从未领过月银。 江婉吟对我怨恨我不是不知, 我也非江姑娘所说的那般, 与他们情同手足。 袍丹一世, 已偿还了江氏对我的养育之恩, 日后江宗主必然容不下我, 我自会自请脱离江氏。 到时候, 还要靠你们二位好友, 救助我一把。 魏英先在此谢过。 说吧, 他十分认真地对蓝旺季和聂怀桑行了一礼。 聂怀桑最先反应过来, 当即拍了拍魏无羡的肩膀, 魏兄, 你早说啊。 兄弟, 我以为你不明白呢。 听学的时候我就知道, 你与江宗主道不同不相为谋, 只是没有身份劝导你。 好在你如今想明白了, 不然我和韩光君还真是担心你。 聂怀桑突然感觉特别冷, 手从魏无羡肩膀上拿了下来, 摸了摸自己的肩膀, 没有再放回去。 继续道, 等我回去试试这牌子, 要是真能解决我聂视刀灵问题。 我可是十分欢迎魏兄, 你来我聂视啊。 蓝旺季虽不解魏英的态度, 为何一下子变得很是坚定, 不过他也很高兴魏英能想明白。 蓝氏亦然, 戴蓝旺季和聂怀桑走后, 魏无羡和安饶在自己脑子里吵成一片。 安姑娘, 你是不是太过于多管闲事了? 我何时说过我要退出江氏, 魏无羡气地跳脚, 他还是放心不下江燕离, 江婉淫不洗你。 那又如何? 这么多年, 我都是这么过来的。 若我说你以后死在他手里呢? 什么? 魏无羡愣愣住了。 不仅你死在他手里, 连同温情一脉都因他全部被仙门百家, 投入到乱葬岗的血池里, 最后灰飞烟灭。 魏无羡一时哑然, 过了一会儿又问道, 师姐呢? 他怎么样? 安饶一脸我就知道的表情, 轻轻松松荡着自己的身体, 他嫁给了金子轩, 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没等魏无羡脸上的欣然散去, 安饶又是一段扎心的话, 可惜了, 他有个老谋深算的公公, 为了得到你手上之前的那块破铁, 设计陷害死自己的亲儿子, 没过两周派人把自己的儿媳妇扔到讨伐你的混战上, 替你挡了一件死了。 你先别感动, 虽是替你挡了一件, 倒不如说也替, 他亲弟弟挡了一件。 不过当时没人追究他这个炮灰, 到底怎么死的, 为谁死的。 仙门百家三个月后, 由江宗主带头围剿了乱葬岗, 温氏仅仅幸存了一个三岁智儿, 被带伤的蓝望鸡, 跌跌撞撞地带回了蓝氏活了下来。 蓝战也受伤了吗? 魏无羡泪流满面, 不知是悔还是恨。 嗯, 不夜天之战, 你见江燕黎为救你而死, 合并了那块破铁大开杀戒。 你当时已经怨气亲心, 眼神涣散, 身体也如惊弓之鸟一般, 稍有不慎便丢了性命。 他眼见你跌跌撞撞离去, 不顾自己也凌厉耗尽的情况下, 强行遇见, 带你回了乱葬岗山下的一个山洞里。 后来被他蓝氏之人找到, 为了护你, 他打伤了包括蓝启人在内的三十三位长老。 事后回了蓝氏受罚戒边三十三道, 温氏至子, 是他受罚后, 听到你身亡的信息, 飞来乱葬岗, 找到带回去的。 安饶看魏无羡自暴自弃, 又哭又笑的模样, 恨不得一巴掌打醒他。 知道一下子全说出来, 魏无羡肯定接受不了, 他敢打保证, 魏无羡肯定现在觉得, 他自己就是祸害, 害死了江燕离, 害了蓝湛, 根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错误所在。 越想越火大, 他这个暴脾气忍不了了。 魏无羡, 你哭什么哭, 有什么好哭的? 摄日之争你已一敌千军, 打仗的时候人人对你敬畏不已, 一打完仗就是宗主猜忌, 先门排斥一几, 金光扇又对你虎视眈眈。 江燕离是你让他嫁出去的吗? 那是江宗主为了巩固江家地位和金氏座的联姻, 所以江燕离有什么下场那也不是你的过错。 即便没有你, 他一样嫁到金氏那个吃人的地方活不了多久。 这么跟你讲明白吧, 你跟江氏早断早好, 管他飞黄腾达还是阴沟里打滚, 蓝忘记说得对, 你不是家仆之子, 身体发肤瘦之父母, 若是你爹娘知道你在江氏时不时授予子冤毒打, 知道你袍丹给江婉淫他们该有多心痛。 你天天罚跪江氏祠堂你可跪拜过他们, 你可了解他们为何当初要脱离江氏。 你可了解江丰眠为何在你九岁的时候才把你带回江家。 我记得仪陵离云梦相当近的呀, 你可曾怀疑为何江燕离一味地让你忍让。 你可曾怀疑江丰眠为何让你多淡带三娘子。 为何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乏规的, 只有你一人。 为何你明明是大师兄, 却连江丰眠一声师父也没叫过。 既然是大师兄, 为何江燕离却是师姐? 既然是故人之子, 为何与子渊口口声声的家仆之子江丰眠 从来没有为你辩解过? 你消父而消母, 他们是一家人, 到现在你还想不明白吗? 安静了好一会儿, 魏无羡才喃喃自语, 原是我不知, 真心付错了。 距离魏无羡上次与蓝旺鸡灭怀桑小聚后, 魏无羡又消失了半把个月。 婢女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小姐, 魏公子回来了。 江丞坐在江燕离旁边, 把茶杯狠狠摔在地上, 好啊回来了, 她还真不把我这个宗主放在眼里。 是啊, 不就用了下她抱山散人徒孙的身份吗? 怎么着, 她也适当了, 就能理所当然地觉得我江家欠她的了, 还不快叫她给我滚过来。 没等婢女传话, 魏无羡跨步进了房内, 一袭黑袍红衬, 两鬓青丝被一根细长的红绳轻轻拢在身后。 眉目相比江城数月前最后一次相见, 多了一份坦然, 阳光洒在脸上, 凸显得愈发风神俊朗。 陈情敌插在腰间, 抬手把配件陶然放在桌上, 从容不迫的样子, 刺痛了江城内心深处不甘。 望线, 陶然共望姬, 第四集, 魏无羡, 你可真是好啊。 回来了不说, 先见我这个宗主, 跑去见什么兰二和聂怀桑那个废物。 也是, 你人家见我将是如今示弱, 开始找寻下家了是吧? 家仆之子就是家仆之子, 我告诉你, 想都不要想, 你可别忘了, 我江家被灭门都是因为谁。 还有是谁把你领到江家的, 不然你早被恶狗咬死了。 到底是抱山散人的亲徒孙啊, 还给你了这么一把剑, 还只认你这么一个主人, 怎么, 怕我抢你这破剑? 既然你没有灵力也能用, 你就好好滚去战场上, 替我江氏多杀些温狗, 好好赎你, 害我江氏灭门之罪。 魏无羡虽然这段时日, 听到江城骂他的传闻不少, 可这还是第一次亲耳听到。 江城脱口而出的家仆之子如此熟练, 想来除了于紫渊在世时的耳濡目染, 他自己也骂得不少吧。 阿县, 阿诚不是有意的。 你也知道, 阿诚因为失了金丹, 一时难以接受。 阿县, 你最好了, 虽没有灵力, 但这把剑还是能用的不是吗? 我相信我们阿县也一定凭着这把剑在战场上屡剑战功的。 阿县你回来这么久, 还没有喝师姐炖的汤吧? 师姐看你伤口也好了, 这次特意多给你加了排骨, 连阿诚都没有呢。 江雁黎不愧是脚匠狐的一把好手, 三言两语就想把此事先过不谈。 可魏无羡这次又没有如他所愿, 而是直接把代表江氏的清心灵 还有一个装满银两钱昆带放到了桌上。 没等江城抱起, 魏无羡语气平和, 仔细听还是有些颤抖。 他道, 师姐, 江宗主不是有意的, 那意思是我就是有意的。 江宗主失了金丹就叫失了金丹, 我失了金丹只是没了灵力对吗? 另外, 师姐你炖的汤我不爱喝了, 排骨放得多了太过油腻不好消化, 就留给江宗主慢慢喝吧。 魏无羡拿起陶然横在他与江城面前, 继续说道, 江宗主, 你不要生气。 如今江氏的确示弱, 可我不打算找下家, 我自己建立宗门。 蓝湛已有称号, 江宗主下次记得放尊重些叫人韩光君。 我就不一样了, 我们关系好, 自然怎么称呼都是高兴的。 至于聂兄, 虽喜欢玩乐, 但人思想通透, 江宗主, 你这么贸然骂人家废物, 是不怕赤丰尊的刀砍在你身上吗? 你说我家仆之子, 证据何在? 家仆不得随主家的姓啊, 一边说我是家仆之子, 一边又承认我是抱山散人徒孙, 果然是物尽其用。 说到莲花物被灭一事, 你似乎忘记于夫人在其中的作用是如何了, 不过也无妨, 我最近做出一个一放弃, 能够把发生过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投放出来, 也算是我即将脱离姜氏的谢礼吧。 对了, 还有这一包银两, 我虽在姜氏没有月钱, 算是我还给姜氏这些年给我花销的钱。 姜宗主, 这可不止我花销的一倍啊, 利润我都多给你加了两倍, 你绝对赚了。 江城听完怒不可遏, 也不管有没有灵力这回事了, 拔出没有光的三毒而上, 没成想被魏无羡的佩剑挡了回去, 连人家的衣角都没碰上。 气得江城破口大骂, 我说是你之祸, 就是你之祸。 谁知道你做的什么狗屁东西。 阿娘说得对, 你就是个祸害, 祸害了我整个莲花物, 还想着摆脱一切。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阿爹对你多好啊。 你说叛逃就叛逃, 你就是个白眼狼, 亏得阿姐还想着你。 魏无羡, 你胆敢跨出莲花物一步, 我就宣告仙门百家你魏无羡叛逃将士, 与仙门百家为敌。 魏无羡倾笑了一声, 江宗主, 历来仙门中人只要脱下家袍, 归还信物即可脱离家族, 你这未勉强人所难。 江燕里搅着手帕, 眼泪要落不落。 阿县, 你怎么突然这样了? 你是不要师姐了吗? 江姑娘, 此话有误, 为了你的名声, 这样的话还是少说为妙。 我只是看清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 我爹娘为何当初要脱离江市? 江老宗主为何在我九岁的时候才把我带回江家? 一铃离云梦相当近, 而且我想起那个时候, 好像一直有江市门声跟踪着我, 偏偏在我被狗咬后, 有人送来馒头给我, 你们不觉得一切太巧妙了吗? 还有, 为何江姑娘你一味地让我忍让? 为何于夫人总是平白无故地罚我? 明明做错的是江宗主或者是江市门生, 可罚贵癌鞭子, 却都是我。 明明承认我是江市大师兄, 可江老宗主为何连一声师父都没让我叫过? 既然我是大师兄, 为何江姑娘却是师姐? 既然是以故人之子带我回江市, 为何第二天与紫渊口口声声的家仆之子从未停止过? 魏无羡转身向门外走去, 江城想要再给他一见, 却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魏无羡边走边问, 是给一巴掌再给磕糖吗? 江宗主, 我记得你小时养狗就是如此吧? 我们就此别过, 望江宗主和江姑娘能够谨言慎行, 若是被我听到一句有关侮辱我, 甚至是侮辱我爹娘的话从江市传出来的, 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 好自为之, 江宗主, 待魏无羡走后, 江城把屋里能砸的东西全砸了, 并让门生放榜魏无羡叛逃江市的文帖, 他就不信魏无羡能把他怎么样。 江燕离阻止不成, 只能哭哭啼啼, 他觉得, 肯定是有人对着魏无羡说了不该说的话, 使魏无羡对他们不再信任, 他希望魏无羡有一天能够想明白, 重新回到江市来, 这样阿诚也会好过一些。 江城的所作所为, 魏无羡早有意料, 就在江市放榜的那天, 魏无羡也同时让小鬼百意放弃, 投放到江市上空。 云梦百姓吃瓜, 吃得十分开心, 甚至有些跟魏无羡还相熟地觉得, 魏公子此举甚是干得漂亮, 他们也早就看不惯莲花雾里那个渔夫人, 和小江宗主的作风了。 因此一事, 江家名声败落, 不少门生被江城无辜迁怒后脱离江市, 又因江城没了金丹, 只好成为蓝陵金氏的附属家族, 在摄日之争中茫茫后勤的事。 摄日之争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两年了, 魏无羡在乱藏岗建立了吴旺宗, 加入了摄日之争。 吴旺宗的情报和福禄为摄日之争提供很大的战力, 也是这个时候仙门百家才知道原来兰涅背后的那个隐氏长老原来是魏无羡。 短短十日, 魏无羡就被世人封号明耀君, 县下无人不知明耀君以一敌千百战百胜, 陈情一出鬼魅丛生, 打得温室节节败退, 与韩光君出双入队, 配合得天衣无缝。 江氏自从进入后勤, 江城还是一如既往的趾高气阳, 稍有人不顺他心意, 他讥讽人家是家仆什么事都做不好之云。 大家都是来自不同家族的人, 没人想要平白无故受他鸟气, 要不是看在江燕离送汤赔礼道歉的份上, 早就奋起反抗了。 一日,魏无羡和蓝旺鸡刚从战场上下来, 就看见有人围成一团, 隐约还能听到一些哭声和叫骂声。 走近了, 才旁人口中了解了发生何事。 旺线, 陶然共旺鸡, 第五集, 金子轩, 你什么意思? 这汤只有我阿姐才能做得出来, 你是吃进狗肚子里吗? 一个家仆之女, 还妄想顶替我阿姐的功劳, 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简直痴心妄想。 金子轩虽脸上有些愧疚, 但也不高兴江城这么说, 既已经弄清事实, 我也向江姑娘道歉, 江宗主就不要这么揪着不放了, 她到底是个小女子。 何况, 我与江姑娘婚约已解, 还望江姑娘下次不要再给我送汤了。 江城正要反讽, 就看见人群中的魏无羡, 二话不说, 就对着魏无羡指责。 魏无羡, 你看看你做的什么事, 要不是你打算阿姐的婚事, 阿姐也不会受金子轩诋毁。 江艳离委屈摸摸眼泪, 阿诚, 我不怪阿贤的。 魏无羡炸了, 准确来说是安饶炸了。 江宗主, 当日之事究竟如何, 我们都心知肚明。 你想要空口无凭抵赖到我身上我可不干, 不然我用一放弃放给大家看看, 究竟是谁把江姑娘的婚约解除了的? 别人不知, 可同魏无羡他们一同听学的人可知道, 三言两语地替魏无羡便捷起来。 蓝望鸡面含冷意, 江宗主, 慎言。 聂怀桑捏着扇子, 江宗主, 明明是江老宗主主动跟金宗主提的。 你想要污蔑魏兄也不带这样的, 何况当时魏兄可是维护江姑娘才万不得已出手的。 就是就是, 我们可都亲眼所见。 没错没错, 江宗主, 你这为勉强人所难。 是啊, 江宗主, 金子轩虽不喜魏无羡, 到底魏无羡如今也是一宗之主, 金家还依靠着魏无羡的俘虏, 父亲早就告知他要与魏无羡交好, 出面劝道, 江宗主, 我与江姑娘婚约一室与明耀君无甚关系, 你不必如此为难明耀君。 江城气急, 在场的人都替魏无羡说话, 显得他好像是个恶人, 你拟拟了半天, 面色铁青地丢下江宴离走了。 要不是他失了金单, 定要用紫电给他们一个好看。 见江城走了, 大家也就陆陆续续散了, 没人管江宴离如何哭哭啼啼, 反正之后, 江宴离送汤一事被传得沸沸扬扬, 江宴离规格小姐不守礼节, 贸然给外男送汤, 使她的名声更加不堪。 不夜天成, 温若寒刚刚闭关结束, 就得知两个糟心儿子背着他做了什么事, 他温若寒是想统一线门, 但不是这种杀敌一千字损八百的统一法。 他坐在主位上, 一手轻柔着脑袋, 温若被聂明觉斩于河间, 活盖。 温巢和温竹流被魏无羡和蓝望鸡合伙杀于江陵, 活盖。 他清楚自己的两个儿子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惯会受人挑破窝里横。 下面的长老跪成一片瑟瑟发抖, 生怕温若寒一个不高兴杀了他们泄愤。 温若寒抬眼瞥了一眼, 哼, 这些孙子如今倒是一副胆小怕事的模样了。 他知道若是没有这些长老怂恿, 自己那两个垃圾儿子断断不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如此做事。 说, 谁参与了? 最好一五一时给本座交代, 不要耗费本座的耐心送你们去地火殿。 温若寒微压逼得他们五脏六腑承受不住纷纷吐血, 又一听地火殿下的个个都不打字招交代了, 他们知道只要进去那个地方, 基本上就出不来了。 温若寒听了又是一道灵力, 让那数十个长老脑袋与身体分了家。 了却一桩糟心事, 温若寒还是冷静分析了下, 这仙门百家挑起的摄日之争中倒是有个他感兴趣的。 赶在乱藏岗建立吴旺宗的名要君魏无限, 是个值得他温若寒欣赏的人物, 魏呆鹅和脏色风鸭头的儿子。 哈哈哈哈,有点意思, 被姜氏收养长大。 呵呵,姜丰眠那个伪君子可能会做那等好事。 他温若寒是个武痴又不是个脑痴, 大手一挥让人宣布停战和谈, 另外请仙门百家来他不夜天一句, 他倒要看看魏无限究竟是个什么人物, 要是可以拐来我温室也不是不可。 冷笑一声,便微风凛凛的走了出去, 不管还跪在地上脸色煞白的那群废物长老。 收到温若寒的停战文书和请他们一续的旨意, 不少仙门还愤世嫉俗,不愿同意停战。 可带头的蓝涅金三家都认为, 既然温若寒有意停战,再好不过了。 先不说两军交战死伤无数, 又有无数百姓因战乱流离失所, 既然能避免再造伤亡, 他们再愿意不过了。 只不过, 这不夜天一句到底不能让他们掉以轻心。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 最后都落到了魏无限身上。 只见魏无限拿着温若寒唯一写给他一人的情帖, 无聊地在手上把玩, 感觉四周热烈的目光。 他抬头一看, 各位看我作甚。 去就去呗, 还不许人温宗主脑子突然好一下了。 他们就不该看魏无限, 倒是蓝忘机看着魏无限神情自若的样子, 嘴角微微上扬。 七日后, 仙门百家齐聚不夜天成。 温若寒也就开头客气了一下, 好脾气地大概解释了一下温旭温巢背着他干的蠢事, 绝非他温若寒亲自授意。 他还是愿意和仙门保持友好往来的, 涉事的长老也已经被他处置了。 至于之前被温旭温巢灭门地杀害的他, 都愿意给予赔偿。 仙门百家碍于温若寒的无形中的武力压制, 不得不认同他讲的话, 何况能得到赔偿, 他们也心满意足了。 好过温若寒又一个不顺心, 他们还得再来一次涉日之争。 再说, 温若寒这次闭关过来, 明显修为有提升了不少。 傻子都知道此事反抗, 无疑自己给自己挖坑。 所事解决了, 温若寒要讲正事了, 不知哪位是乱葬岗那位能者。 魏无羡在蓝忘机担忧的眼神中站起来, 走到大殿中央, 行了一礼。 面对温若寒的威压无动于衷, 笔直地站在原地, 只是温若寒丝毫没有任何胆怯。 温宗主, 小子能者不敢当, 魏英魏无羡。 哈哈哈哈, 有魄力, 不错不错。 我欣赏, 不愧是魏呆俄和脏色风鸭头的儿子。 魏呆俄, 风鸭头, 魏无羡差异, 您认识家父家母。 温若寒爽朗一笑, 神情似乎还有些怀念, 当然认识, 他们可是难得跟本座打成平手的人。 遥想当年, 本座跟你娘可没少剃了小古板的胡子, 小古板。 魏无羡愣在原地, 眼前这个温宗主让他有些幻灭。 哼, 蓝启仁摸胡子的手一顿, 美好气地冷哼一声, 他温若寒, 居然还有脸提当年事。 跟脏色一样, 跳脱整日, 就知祸害云深不知处挑战家规, 如今蓝氏家规之多, 到底是因为谁。 又想到温室火烧藏书阁一事, 更是气不歹一处来, 扭过头去, 不再看温若寒。 好吧, 魏无羡知道温若寒口中的小古板是谁了。 望线, 陶然共望鸡, 第六集, 听闻你被江氏收养过, 那个地方脱离最好不过了, 江丰眠也有脸收养你。 呵呵呵, 本作倒是不知道他还有如此好心。 当年听学结束, 魏呆娥便和风丫头情同一盒想要脱离江氏游走天下, 他江丰眠不愿失去魏呆娥这一战力非要等人替他平定江氏之乱, 才肯放任。 江氏之乱后, 江丰眠他爹为了让他稳定权力, 同于家三小姐联姻, 他拒绝不成, 便把主意打到风丫头肾上。 后来魏呆娥和风丫头知道了, 同他打了一架, 便脱离了江氏。 那时候, 我跟小古板还有金那个谁亲眼所见? 呵, 江氏真是, 原是如此。 魏无羡又想到什么满怀期待地问道, 温宗主, 不知家父在江氏时, 魏呆娥他爹是江丰眠他爹第一克青, 他自然是克青之子。 没等魏无羡问完, 温若寒便出口答道, 瞥见角落里的那位江氏之人, 忽视掉那人一脸愤懑。 本座当年有意与魏呆娥, 结为异性兄弟。 可惜那家伙爱妻如命说是, 想要陪风丫头云游, 这才做罢。 不过, 今日本座倒是有意, 认你为异子, 放心, 本座对你无妄终不感兴趣, 只是单纯想要认你为异子, 算是了却本座当年的心愿。 你可愿意。 温若寒此言一出, 一片哗然, 这这, 这魏无羡要是成了温若寒的义子, 那这背后的势力必然势如破竹, 何况兰涅两家还同他交好。 另外, 温若寒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死于摄日之争, 纵使有一个还死在魏无羡和兰望鸡手里, 不过看样子, 温若寒是一点也不介意, 搞不好魏无羡以后还会成为温氏少主。 魏无羡下意识地想要否决, 又被安饶拦截了, 小子承蒙温宗主喜爱, 温宗主也是小子敬佩之人。 可如今, 温氏作风不正, 唯非作歹之风盛行, 与魏英心中的道义背道而驰, 小子不愿作违背道义之事, 除非, 魏无羡一番话, 让众人听得是冷汗如雨, 深感魏无羡这也太胆大了, 当着温若寒说他温氏作风不正, 这要是换作其他人, 现在已经伸手异处了吧, 哪还留着他在这里讨价还价? 蓝忘机手心紧握, 生怕温若寒一个不高兴伤害了魏英, 他心中懊悔自己还是不够强, 不能好好保护魏英。 温若寒不以为然, 倒是越发欣赏这小子, 除非什么, 你且说来本座听听。 除非温宗主愿意约束, 重新整顿家风, 对云深不知处火烧藏书阁仪式进行赔偿, 另外, 聂老宗主因温宗主您借刀仪式而亡, 还望温宗主您给个交代。 蓝忘机和聂怀桑心中无法释怀的事情, 魏无羡知道安饶自然也知道, 他铁定心赌一把, 赌赢了万事大吉, 赌输了, 呸呸呸, 他安饶从来不会读书。 温若寒从主座上走了下来, 走到魏无羡身边, 凝视着他。 人群中见他靠近魏无羡而紧张的蓝家小子和聂家小子的动作他, 自然也留意到了。 眼前这个孩子, 倒是有几分和他相向之处, 不畏强权, 敢于挑战。 关于魏无羡的事情, 他近日也听了不少, 如今亲眼所见, 才越发欣赏起来。 一众人摒弃宁神, 深怕温若寒发火迁怒他们。 倒是角落的江城, 恨不得温若寒怒上心头一剑, 把魏无羡给杀了。 凭什么魏无羡就能得到温若寒的欣赏? 凭什么好都让魏无羡给占了? 凭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不愧是本作认定的意思。 你说的本作准许了, 云深藏书阁一试, 本作将温氏藏书等量赔偿。 灭杠子的刀本作根本碰都没碰, 本作还没低见到想杀一个人如此的处心积虑。 至于发生什么, 让聂家小子去问如今的金宗主去吧。 温若寒冷眼瞥了一眼金光善, 金光善已经汗流加倍, 一副心虚连忙擦汗的模样, 足以让聂明爵和聂怀桑对他起了疑心。 至于整顿加封一事, 本作只热心于练功, 不屑于这些废世宗武, 你亲自上手整顿不就成了? 说罢, 直接把代表宗主身份的令牌扔给了魏无羡。 卧槽! 魏无羡内心暗骂了一句, 安饶这丫头。 总在关键时刻跑路, 他捧着令牌恍恍惚惚地走回座位, 温若寒就不怕他做什么吗? 这可是宗主令牌啊! 魏英, 你如何? 啊? 哦, 蓝湛, 我没事。 魏无羡头脑发猛, 抬头看见蓝湛担忧的表情, 下意识地答道。 不夜天一句, 就这样在一片惊雷的情况下结束了。 看着魏无羡在依旧回不过神来的情况下, 遇见飞向乱葬岗, 聂怀桑小声道, 魏兄该不会是被吓傻了吧? 得了蓝忘姬一记眼刀, 性性闭上了嘴, 跟着一块飞向乱葬岗。 不夜天一事, 已过去一年, 魏无羡早已接受了温若寒死, 要认他为义子的事实。 拿着温氏宗主令牌, 带着蓝忘姬和聂怀桑, 每天磕磕夜夜地替温若寒整顿家风。 聂怀桑调查事实, 蓝忘姬编写罪责。 魏无羡像个吉祥物一样, 关键时刻搬出温若寒给的令牌, 遇上不服地上报温若寒后, 自然该打打该杀杀。 魏无羡起初还反问过, 温若寒, 这会不会太过于杀法果决了? 温若寒一句, 你早不杀晚些还要杀, 他们早不做晚些还要做, 现在杀个干净, 还能替他们积些阴德, 还是你认为他们手底下的人命还不够多? 以及狗改不了吃屎的这些仙门败类, 彻底让他服了。 云深藏书阁一事, 早就处理好了。 温若寒现在为二的乐趣, 就是去云深不知处弃弃小古板。 哦不对, 如今是老古板了。 唯一的乐趣, 自然就是看魏无羡那小子 收到自己跑路的信息后, 跳脚的样子。 哎呀呀, 现在想想, 自己以前是过得多么无趣啊。 温若寒大摇大摆地走进寒室, 不一会儿就听到 蓝起人怒吼的声音震飞一片惊鸟。 温若寒, 给我滚出云深不知处。 对此云深不知处的门声 已经习以为常了, 听到了也是该干嘛干嘛。 蓝起尘温柔笑着对蓝望鸡说, 叔父如今都活跃了不少呢。 蓝望鸡, 这个兄长好像有毒了, 居然带着我来偷听叔父 和温宗主的墙角, 你不看我还要帮魏英很忙的吗? 一脸无语, 直接遇见, 飞往不夜天。 望鸡, 云深不知处, 不可遇见直醒。 蓝西尘望着蓝望鸡离去的身影喊道。 蓝起人从寒室冲了出来, 下巴又一次光溜溜地再次怒吼道, 蓝西尘, 蓝望鸡, 家规时变。 老古板, 云深不知处, 禁止大声喧哗。 温若寒悠悠地在他身后提醒道, 蓝望鸡再次确认, 这个兄长是真的有毒, 居然还连累, 他罚家规。 还是魏英最好, 于是头都不回地飞走了。 至于聂老宗主刀灵一事, 金光扇手脚很利索, 他多么庆幸, 当初早就把相关人都处理干净了。 即使这样, 还是被聂怀桑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好在没有给金光扇造成多大困扰。 金光扇善笑着赔偿了不少黄金, 暂时保住了他这条狗命。 摄日之争结束, 莲花物自然也被还了回来, 江城立马又脱离蓝陵金氏附属家族的身份, 将他云梦江氏的大旗又挥舞起来。 可是他身无金丹, 云梦大多地区都被周边宗门占取, 纵使他再多的气氛不甘也无可奈何。 望线, 陶然共望姬, 第七集, 金氏如金又有想要与之联姻的想法, 意在金子轩那将艳离为妾, 而不是聘请嫡妻。 金光扇老谋深算, 金夫人自然也不是傻的, 将是已经跌落到二流世家之末。 要不是因为云梦地属江域之地, 掌握着不少世家水陆运营之权, 恐怕江艳离连做子轩的妾都够不了她的要求, 何况江艳离的如今的名声实在不好。 呵, 金夫人怕不是贪心不足, 阿娘在的时候, 每年眼巴巴地盼着阿姐, 你去金灵台小住, 现在是看我江氏是不如往城火打劫来了。 哼, 做梦。 江艳离只知哭哭啼啼, 哭得将成一阵心烦, 突然想到了魏无羡, 和魏无羡这个家仆之子如今可是香波波, 勉强将阿姐许给她也不错, 反正她也喜欢阿姐。 她要是识相, 我以后还能给她些好脸色。 心里盘算了一会儿, 头一次耐心好哄江艳离, 什么振兴将士, 什么异宗之母, 什么金氏不知阿姐, 你的金贵的词全用上了。 早先送汤一事, 江艳离也看清了金子轩对她是真的无异, 何况如今她的名声她也是知道的, 她也有傲气, 不愿做人妾事, 嫁给阿线也不是不可以。 想起以往阿线对她的依赖, 心里竟然有一丝诡异的甜。 江城见江艳离低头不语, 脸上还有着红韵, 就知道阿姐这是同意了。 可心里还是不忘讥讽魏无羡是个狐媚子, 竟然真的让阿姐着了她的道。 两人商议了好一会儿, 知道现在贸然跟魏无羡提肯定会被拒绝, 必须有个计谋才行, 于是把目光放在了下个月 齐山为庆祝整顿成功的清谈盛会上面。 殊不知, 他们谈论的一切, 已被温氏暗中穿插的人听了个一干二净。 温氏清谈盛会庆祝仪式结束后, 温若涵立即昭告先门百家魏无羡, 从此以后, 就是他温若涵。 唯一的意思, 特别声明, 吴旺宗不归温氏所管, 但魏无羡具有管理温氏之权其权利等同少宗主。 温若涵虽没有没说, 在座的但凡带脑子了, 就会明白魏无羡已经今非昔比, 身份贵重, 不是他们一般人能比的了。 认亲大典结束后, 就是围猎了。 魏无羡正在百无聊赖地行走在场地中等着蓝忘机, 却被一声阿县叫住了。 江姑娘, 所为何事? 阿县, 你能陪我走走吗? 魏无羡拒绝道, 抱歉, 江姑娘, 与礼不合。 可, 可我很想阿县了呀。 阿县现在一下也不想见到师姐吗? 江艳离又红了眼眶, 在别人眼里可能还会得到些同情, 可如今在魏无羡眼里就是浑水猛兽。 江姑娘, 你我非亲戴故, 请注意言辞。 说罢便抬步就走。 没成想, 江艳离竟然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伊领竟然不知道何时敞开了, 很快吸引了不少钱来观看, 其中就有一直躲在附近观看的江城。 只见他冲出来, 对着魏无羡就是一顿谩骂。 魏无羡没想到你, 居然占了阿姐的便宜, 就想不负责了。 我告诉你, 你必须娶我阿姐, 不然你就是个一, 观禽兽, 狗皮兽心, 毁人清白, 为人不耻。 哈! 魏无羡没成想江城, 还能如此不要脸? 他轻笑了一声, 蓝忘机赶了过来, 了解情况后, 将魏无羡护在身后, 毕尘衡在江城面前。 江宗主, 你有何证据污蔑未应? 蓝二要何证据? 我阿姐就是证据, 证据就是我阿姐的清白 被魏无羡给毁了。 江城咬牙切齿, 什么时候都有蓝二过来搅局, 都来护着魏无羡, 魏无羡, 你可真是好得很啊! 这时聂怀桑巴拉开人群, 及时阻止了人群的议论声, 从袖口拿出一道福禄, 笑嘻嘻道, 哎呀, 魏兄魏兄, 你可是真是倒霉啊! 幸好, 我刚刚看着风景甚美, 正拿着回溯符, 一直记录着呢, 如今先给你用了吧, 记得回头再多给我补几张啊! 魏无羡抬眼一笑, 哈哈哈哈, 我便多谢聂兄了, 要不然, 我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要不然, 以后可怎么找到旅啊! 笑爸爸俘虏往天上一甩, 时事回溯, 这下众人看得明明白白, 没成想, 江雁离为了能嫁给魏无羡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竟然不惜自己的清白名声, 嘖嘖嘖, 众人嘲笑离去, 这可又有饭后谈资了, 江宗主和琪姐为了登门显贵, 不择手段的流言越传越快, 远到金灵台, 此次因是未来的金子轩都知道了后队将是愈发的嗤之以鼻, 对江雁离也越来越看不上眼, 江雁离又是一副哭哭啼啼, 跟着江城一路被人指指点点地回了客房, 江城气得把房里的东西摔了个干净, 一直不停地骂魏无羡, 这个家仆之子不知好歹, 又骂兰望鸡和聂淮桑是魏无羡的走狗多管闲事, 当然, 这些又被人用录音时记录了下来, 一记不成, 江城又想了一记, 为了她的复兴僵士的大业, 她不甘于就此善罢甘休, 她知道魏无羡聊姑娘也只不过是嘴上花花, 又没真的吃到肉, 阿姐虽长相平淡, 身材还是可以的, 她就不信魏无羡能把持得住, 反正江雁离的名声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 于是瞒着江雁离在她的吃食里下了媚药, 等江雁离察觉的时候, 已经被她派人送到魏无羡所住的房门口, 江雁离现在浑身不舒服, 口渴难受, 体感也越来越热, 她没有修为低下, 至今还没有结丹, 无法化解药力, 顾不得那么多了, 她直接推门而进, 却不料房内不止魏无羡一人, 眼看着江雁离面色朝红扑了过来, 只见魏无羡一个反应闪身跑到蓝望姬身后, 还紧紧抓着蓝望姬的腰筋不放, 蓝望姬挡在前面, 羞愧又不忘抬手将江雁离制止住, 卧槽, 灭怀桑的扇子掉到地下, 回过神来连忙捡起, 在座的也都被魏无羡的一顿操作整猛了, 没成想魏无羡接来的一句话, 彻底让他们目瞪口呆, 江姑娘, 你做什么呀? 你没人要, 也不能死皮赖脸赖上我呀, 我还是想要找个好人家的, 就比如像蓝湛这样的, 你跟蓝湛可没法比, 啪, 灭怀桑的扇子, 算是彻底捡不起来了, 只能默默地为魏无羡竖起大拇指, 魏凶, 真英雄啊! 蓝西辰的笑容裂了, 灭明爵也难得一脸惊讶, 蓝启仁, 得高望重的蓝先生, 此时已魂飞天外, 要不是温情的银针甩得及时, 还不忘吐槽魏无羡, 居然连寒光君都祸害, 蓝启仁怕是承受不住现实要晕过去了, 倒是一直旁观的温若寒, 哈哈大笑, 眼看着江燕离, 似想扒开蓝望机, 还要往前, 大家伙儿终于感到不对劲, 江燕离这个状态, 像是中了魅药, 温情抬手又是一针, 江燕离当即软下身来瘫倒在地, 来人, 将此女子关起来, 以关后事, 温若喊此言一出, 立马又两三个粗食婢女进来, 把江燕离拖了出去, 江燕离还不忘边挣扎边喊着, 阿县, 救我呀, 阿县, 阿县, 蓝望机早在魏无羡抓住他腰的时候, 一动不敢动, 耳朵红得直冒起, 全场安静如鸡, 过了好一会儿, 魏无羡的手突然放开了蓝望机, 蓝望机回过头来看着他, 眼神中期盼着, 是他想的那样吗? 蓝战, 我, 那个, 我我, 望线, 陶然共望机, 第八集, 魏无羡内心咆哮, 安饶, 你个臭丫头骗子, 你刚刚说的是些什么鬼呀? 关键时刻居然又跑路了, 这都是第几次了, 现在让我怎么办? 阿阿, 我该怎么办? 魏英, 我什么? 蓝望机语气有些急切, 我, 我, 蓝战, 蓝望机, 我心愿你, 你能做我道理吗? 一辈子的那种, 魏无羡我了半天豁出去了, 他是喜欢蓝战的, 也是最近才认清自己的内心想法, 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 丢人也无所谓了, 反正他脸皮厚, 话已经说出口, 内心又忐忑起来, 他知道蓝战对他的好, 也自认为蓝战一直对他是不一样, 可现在还是很紧张, 摒弃名神, 低下头搓着手心, 等待蓝战的回答, 蓝望机猛地将他抱紧, 呼吸凌乱而急促, 他沙哑着声音, 在魏无羡耳盼道, 心愿你, 魏无羡搂紧他, 投靠在他肩上确定道, 是, 他们的胸膛彼此紧密相贴, 两颗心必无可避, 魏无羡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 蓝望机那颗正在疯狂跳动的心, 那份就快破心而出的炙热, 突然, 一声笑声在他头顶响起, 很轻很轻的一声, 几乎让人怀疑是听错了, 可魏无羡猛地抬起头, 却是真真切切地, 在蓝望机的嘴角边, 看到了那抹还没来得及消散, 仿佛晴光硬雪的浅淡笑意, 这下, 不光是他自己, 连蓝西沉在座的各位都挣住了, 魏英, 我依然, 心愿你, 蓝望机清凉又缠绕的檀香味, 让魏无羡想起, 今天白日, 自己在一棵荷欢树上躺着休息的时候, 被人用手蒙眼轻薄一事, 只不过当时那人跑得太快, 没被自己抓住, 为此魏无羡还恼火了很久, 魏无羡又使劲儿 嗅了秀蓝望机身上的檀香味, 眼含笑意, 又略显责怪道, 好啊, 大名鼎鼎的韩光君, 居然能干出趁人不备, 偷避避亲避避之事, 你说, 我的初吻你打算怎么赔? 嗯, 蓝望机看懂魏无羡眼中未尽之意, 彻底冰雪消融, 如沐春风, 口齿轻奇, 把我赔给你, 一辈子, 嗨嗨, 你们既然两情相悦, 老夫便做主与温宗主, 商议你二人的婚事, 不谈嫁娶, 只谈何疾, 温宗主, 你认为如何? 纵使蓝起人再怎么接受不了, 毕竟自家侄子老早就告诉自己, 他心悦魏英, 看着白菜进珠兰, 虽有些心闷, 倒也是为旺鸡感到高兴的, 至少好过旺鸡, 单独痴情一片, 而且要说, 如今能配上自家侄子的, 也就是只有魏英这小子了, 想开了便高兴地伸手去捋胡子, 结果捋了个空, 转眼又狠狠瞪向温若寒, 哈哈哈哈, 本座没意见, 杞人兄你, 看着安排就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 不过, 眼下还是把这些糟心的事处理好了才是, 谢谢叔父, 义父, 魏无羡兰望姬同时指礼, 一切水到渠成, 看着二人自然而然牵到一起的手, 相视而笑的表情, 众人又是一阵眼疼, 第二天, 江城见江燕离一夜未回, 觉得事情变成了, 清坛会刚开他便迫不及待地说出, 要魏无羡迎娶江燕离的事, 魏无羡痴笑道, 江宗主, 我昨夜可跟兰涅两家, 共讨心法器受刑事宜, 你未免太冤枉人了, 魏无羡, 你放屁, 我昨天亲眼看见, 阿姐进了你房间, 这还能有假, 我阿姐昨夜一夜未回, 你该不会就想穿上裤子, 不认人了吧, 我告诉你, 你想都别想, 江城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蓝忘机冷声道, 百口诬陷, 为人不耻, 江宗主, 昨日我们可都在场, 且不说魏兄做什么, 令杰与魏兄非亲戴故, 贸然进入一个外男的房间, 不太好吧, 温若寒面带怒意, 警告道, 江婉吟, 本座这里, 还容不得你放肆, 众人听了一阵怯怯思语, 温宗主都开口了, 想必魏无羡所言为真, 何况如今江氏示弱, 江婉吟此人尖酸刻薄, 口里又常常挂着我尊女碑, 不少人都和她结下梁子, 近日, 金氏玉与江氏联姻的消息, 他们也是知的, 昨日围猎场一事, 江婉吟之心, 众人, 自然早已心知肚明, 跟江婉吟有过节的姚宗主此时开口道, 江宗主, 昨日令姐的所作所为, 我们可都看见了, 明耀君已是一宗之主, 又是温宗主唯一的义子, 岂是你们江氏能够随便攀咬的? 各位, 依我看哪, 定是江宗主不满金氏婚姻, 这才想着让令姐勾引明耀君以后, 好复兴他云梦江氏, 各位认为如何呀?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啊, 姚宗主言之有理, 爱将是风骨以施, 且他还不会以为明耀君还是原来那样有他摆布的人吧, 江城面目铁青, 对着魏吴县就是一阵怒吼, 魏吴县, 肯定是你们约好这么说的, 那我阿姐呢? 为何他一直没有回来? 转过身, 对着仙门百家讥讽道, 还有你们一个个, 见魏吴县有了温氏这个靠山了, 知道攀附他了是吧? 我可没忘摄日之争, 你们还一个个义正言辞, 骂他邪魔外道呢? 姚宗主, 你可别忘了, 你家被灭的时候是谁收留了你, 要没我爹你, 早被温狗给杀了。 扑, 温若寒居高临下, 看着吐血倒地的姜婉吟, 开口道, 温狗, 把姜燕黎给本座带上来, 只见姜燕黎衣襟破烂, 泪流满面地扑到江城面前, 好似他受了多大委屈。 温情是一出口道, 江姑娘, 媚药已失笑, 清白之身还在, 不必担心以后的夫嫁。 温情一番话, 宛如惊雷乍翻了众人, 在座位上的金子轩愤懑离去, 江燕黎下意识地哀求了一声, 紫轩。 想要金子轩能够带他脱离这个困境, 没成想金子轩的脚步越来越快, 头都不回地走了, 没过多久, 绝不娶江氏女成为各家子弟的婚约景辞。 温若寒命人割了江婉淫的舌头, 连带着江燕黎, 一同扔回了江氏, 又听温情, 讲了他们收敛江峰眠与紫渊失身一事, 江婉淫事先不认他们的恩情, 还说又没有让他们救。 既然不成他温室的恩, 直接把骨灰扬了就是。 江燕黎哭哭啼啼地抱着 因伤昏迷过去的江城,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爹阿娘的骨灰被倒入莲花池。 温若寒可不是什么心词手软的人, 清坛会之后, 仅仅三日温氏大军占领了整个云梦, 因江城牵连, 被害的宗门彻底将将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当即投降于温室参与到围剿莲花池中。 莲花池外满目疮痍, 根本看不出昔日繁华景象。 江婉淫满眼仇恨, 都怪魏无羡, 要不是因为魏无羡, 阿爹阿娘也不会死。 要不是因为魏无羡, 他肯定是望重瞩目的江宗主。 要不是因为魏无羡, 受人追捧的就是他。 凭什么阿爹对他那么好? 凭什么他那么受人喜欢? 凭什么他样样都比我强? 凭什么他脱离了江家还能过得那么好? 凭什么他能成为温若寒的义子?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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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胆子骂我温氏为温狗, 却没胆子应战。 温若寒的声音透过莲花物紧闭的大门传了进来。 望线, 陶然共望鸡, 第九集, 阿诚, 我们开门投降吧。 莲花物, 禁不得再次受创了。 阿爹阿娘留给我们的不能再失去了。 阿诚, 你态度等下好一点, 低头向温宗主道个歉。 阿姐知道你不是有意的。 你给阿姐下药一事, 阿姐也不怪你。 如今阿姐只有你一个家人了, 阿县不要我们了, 我们只能好好的, 才能让阿爹阿娘放心啊。 江诚神色不明, 江燕离继续劝道, 阿诚, 你没了灵力, 紫电也不能用了。 不如我们把它献给温宗主, 求他网开一面好不好。 江诚站起来, 狠狠地把江燕离推倒在地, 张口哇哇哇地叫喊着, 只能发出些丝丝的气声。 一脸的不可置信, 气急败坏。 可江燕离还是从他的口形中 看出他骂的内容, 只因江诚经常咒骂未无限。 如今这些词都一字不改地 转接到自己身上来了。 忘恩负义, 白眼狼, 不知好歹, 还有两个新词 是专说江燕离的, 不中用, 将是累赘。 江燕离一直是软弱无能的模样, 可没有人会一直软弱下去, 尤其是这些词 从自己的亲弟弟口中 这么自然地形容出来后, 彻底压垮了他内心深处的支撑点, 他修为不高, 并不代表没有。 江丰眠为了给他面子上好看, 而打造出来装饰的剑子时 狠狠地被他插入江城的心脏, 鲜血溅到他的脸上, 让他感觉到解脱。 他们太烦了, 阿爹阿娘总是吵, 太烦了。 阿诚总是怨阿爹不喜欢他, 太烦了。 阿娘总是怪我不像他, 太烦了。 阿爹总是可惜, 我不是男儿身, 太烦了。 阿诚总是嫉妒阿线, 太烦了。 阿线总是惹阿娘生气, 太烦了。 如今, 总算清静了, 打开莲花屋的大门, 阳光照到他的脸上, 终于, 他能够为自己活了。 江彦黎自吻在莲花屋门前, 结束了他这不自由的一生, 云梦将是就此落幕。 江是解决了, 只剩今世了。 安饶发现自己的身形 变得透明起来, 知道自己要回二十一世纪了。 自从自己附身到魏无羡身上, 帮他看清江是面目, 避免受人污蔑, 看着他成为一宗之主, 和蓝忘机情同一合。 点了点并没有的脑袋, 果然就圣今世了呀。 近日魏无羡解决了聂氏刀灵, 聂明觉大手一挥, 听从聂怀桑的意见, 将清和有名的醉娘明酒, 挑了几十箱浩浩荡荡的, 送去了吴望宗, 大榜一张, 敬谢吴望宗宗主, 解决我聂氏刀灵隐患。 从此我清和孽氏与吴望宗结盟共进, 在不违背道义的条件下, 愿为吴望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有人欢喜有人忧, 金光善眼看三家呀, 不四家交好, 他终于坐不住了。 孟瑶呢? 回宗主, 孟可卿马上来, 叫他快点, 本宗主没闲于时间等他。 话音刚落, 孟瑶走了进来, 毕恭毕敬地向金光善行了礼, 面带微笑, 金宗主, 您有何吩咐? 孟瑶原本打算卧底温室成功后, 认祖归宗, 没成想温若寒提出了停战。 后来他继续留在温室为金光善打探消息, 随后温室大清查温室客清长老纷纷落马。 他虽然职位不高, 到底手上沾染了人命, 为了避免也被清算。 向金光善请示后, 便回了金室成了一名外门客清。 如今, 他在今, 是就是帮金光善做些暗昧之事。 本宗主让你做的那些是如何了? 金光善随口吐了一块果皮, 享受着身边美人的谄媚。 金宗主, 薛客清虽轨道之上甚为优者, 可与明耀君相比略有短板。 活诗一试, 明耀君也未曾想到。 不过, 我观薛客清今日之态, 事情似乎成了。 活诗对上未无限的陈情鬼魅一道, 有几成胜算? 金光善问道。 金光瑶微微一笑, 薛客清曾说有八分胜算。 那些活诗拿什么控制? 金光善突然意识到重要性, 他兰陵金事可不能让薛阳那小子抓住把柄。 宗主放心, 不过是小小摄灵术外加一个锁魂钉, 宗主只需要记住其咒术就可控制。 那就好, 摆花咽后动手。 我金光善可不是他们能拿捏的, 这修真戒迟早有一天是我金光善的。 哈哈哈哈哈哈, 梦瑶弓着腰退了出去, 谁都没有注意到角落里蓝色的团子。 金灵台, 摆花争艳。 窦言厅内金光善与众宗主周璇, 魏无限和蓝忘机刚刚入座, 一名身穿金星雪浪袍的男子忽然走了过来, 一手一支酒盏, 大声道, 明耀君, 韩光君, 我敬你们二位一杯。 此人正是从刚才起, 就一直四下敬酒的金子勋。 梦瑶赶忙过来, 道, 金公子, 你与明耀君喝也就罢了, 韩光君是云身不知处出来的人, 规训时尚可刻着三千条家规呢, 你让他喝酒还不如, 你算个什么东西? 是我要与他二人喝酒, 跟你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谁不跟我喝酒, 就是看不起我。 金子勋十分看不惯梦瑶, 心觉此人出身下贱, 始于和他同习。 他转过身不再看梦瑶, 酒杯几乎要戳到魏无限和蓝忘机脸上了。 只见魏无限端起自己的酒杯, 连带蓝忘机的一一仰头一饮而尽, 将空空如也的酒盏盏底录给金子勋看, 喝完了, 蓝战是我道理, 虽说喝酒没什么, 要是因为喝酒受罚, 家规没时间陪我了, 我可是会不高兴的。 不高兴这三个字, 几乎是一字一停顿, 被他说出来, 眉眼含笑, 鱼尾微扬。 魏无限摄日之争所向披靡, 金子勋不是不知道, 酒精沙场, 魏无限身上自然有了外人惧怕的一种无形中的威压。 外加魏无限这些年担任一宗之主, 又是温若寒的义子, 身长玉立, 却给人一种压迫感。 金子勋感到头皮发麻, 三下午除二一口吞掉他自己, 酒杯里的酒立马逃离这个让他心口发毛的地方。 众人一直留意着魏无限和蓝望鸡的举动, 看到金子勋落荒而逃的身影, 金光善暗骂了一句废物, 当即笑吟吟地举起酒杯。 金某今日多谢各位赏脸前来, 百花宴正式开始, 请各位不必拘束, 尽兴而为啊。 哈哈哈哈, 敬了各位一杯, 他又端起来, 对着魏无限道, 明耀君不愧是少年英雄啊。 摄日之争所向披靡, 又凭一己之力建立宗门, 如今又是温宗主唯一的义子, 真是令我等羡慕不已啊。 金某在这里拖大, 想要劳烦为贤职一件事, 不知为贤职可否愿意。 金宗主, 你我非亲戴故, 贤职什么的, 太客气了。 你我皆是一宗之主, 彼此尊称即可。 不知金宗主所为何事。 没等安饶的控制, 魏无限如今已经知道如何防范这些财狼虎抱了, 他靠在拦望机身侧, 酒杯在指尖打转。 金光善一脸善笑, 呵呵, 魏宗主所言甚是。 听闻魏宗主与温室温情长老关系甚好, 肆以姐弟相称。 紫萱已到娶妻的年纪, 很是十分青睐温情姑娘。 不知魏宗主可否愿意为之牵线搭桥, 也让紫萱同你与韩光君一样, 琴瑟和鸣啊。 望线, 陶然共望机, 第十集, 我说, 金宗主, 你是视温宁为无物了吗? 视温室为无物了吗? 魏无限脸上笑容疏然不见, 语音也斗转阴冷, 明显失去耐心。 窦言听中许多人, 不禁一个冷战。 继续道, 公然挑衅我与温室的关系, 你当真以为我不知你心里的那些卧挫吗? 蓝望机也在一旁紧握避沉, 脸上对金室的不喜尤其明显。 这时, 不少宗主突然倒地不起, 还有一些神色慌张, 嚷嚷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灵力呢? 不好, 酒水里有毒。 带兄来的聂怀桑着急跑到魏无限身后, 道, 魏兄, 救我啊。 外面传来一阵哨声, 黑压压的活尸已经涌了过来。 金光扇面露喜色, 脱下他虚伪谄媚的外壳, 站起身来, 大笑道, 哈哈哈哈哈哈。 没想到吧, 魏无限要不是因为你, 我今世早成统一仙门大业。 各位都中了伞零伞, 快快束手就擒吧, 金某会念及就擒放你们一马。 明耀君, 你也不用想着吹陈情了, 方圆百里内的鬼魅早就被我驱散, 再加上我今世护震, 我就不信就凭你和韩光君能从我金灵台, 话音未落, 魏无限突然笑了起来, 指着外面所谓的活尸, 笑得肚子直疼, 蓝忘机拦着她的腰, 顺带着给她揉着肚子。 金, 金宗主, 你说, 就凭外面这些歪瓜裂枣, 就想, 就想困住我和蓝湛? 哈哈哈哈哈哈, 蓝湛, 我不行, 你快揉揉我肚子, 我快被笑死了。 蓝忘机脸上也挂起一丝好笑, 依言继续为魏无限揉着肚子。 闻言, 金光扇的国字脸上, 闪过一丝恼羞成怒的颜色, 启念咒术, 活尸纷纷涌进窦言厅。 魏无限和蓝忘机一人一个胳膊, 架着聂怀桑从窦言厅飞了出去, 停在房顶上。 聂怀桑刚刚站稳, 就冲着收到消息赶来的聂明爵和蓝西辰喊道, 大哥, 西辰哥哥, 快来啊, 金种马啊, 不是金宗主, 他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啊。 众人听到一脸黑线, 事情已到这个地步, 金光尚顾不得那么多了, 加大咒术, 指挥活尸打了起来。 窦言厅已然乱成一团, 他正准备趁乱先躲避一会儿, 没成想刚转身就被他指挥的活尸围了起来。 梦瑶和金子勋也同他一样被活尸围在中间。 抬头望去, 魏无羡含笑将腰间陈情取了下来, 举到唇边, 随着笛子发出尖锐的嘶鸣, 活尸竟然转身冲着金家修士攻击起来。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金光扇再多的叫喊声已然听不见了, 夕阳照射在盛开的金星雪浪上, 隐隐有些衰败之想。 欲要逃走的薛阳被聂明爵抓一刀斩下, 魏无羡收起陈情, 蓝忘姬自然而然牵起她的手, 帮她把陈情收了起来, 蓝战, 走吧, 剩下的就不光我们的事了。 乱葬岗, 如今的青乐山, 魏无羡建造了很多高台楼阁, 种了很多奇珍草木, 偶有花香伴着小厨房的饭箱飘荡在山间。 魏无羡趴在桌子上, 看着蓝忘姬有条不紊地准备晚饭。 喂, 魏无羡, 回回神, 安饶叫道。 魏无羡眼神还在蓝忘姬身上, 懒懒地回答道, 安姑娘, 又有什么事发生了吗? 我好饿啊, 蓝战什么时候能好啊? 安饶翻了个白眼, 虽然魏无羡看不见, 不过, 她还是很正经地对魏无羡说道, 魏无羡, 谢谢你让我参与了一段你的生活, 我该走了。 你, 要走了吗? 魏无羡顿时回神, 心里生出一些不舍。 对啊, 我也要回属于我的世界了, 不要舍不得我, 你跟蓝二公子一定要幸福呀。 没等魏无羡来得及悲伤春秋, 蓝忘姬回过头来, 眼睛直钉钉地看着魏无羡的手。 蓝战, 不是我, 不是我, 阿不, 就是我, 我刚刚就是有意要摸你屁股的, 魏无羡眼瞅着自己的手, 在蓝忘姬的翘臀上来回摸了两把, 虽隔着几层布料, 那个触感还是令人心潮澎湃。 魏英, 你, 你不知羞。 魏无羡破罐子破摔, 心里一边默默告别消失不见的安扰, 一边大声回答, 对, 我就是不知羞, 有本事你摸回来啊。 摸的摸的, 他就被蓝忘姬摸回蓝家了。